欢迎来到文化大观园 我是秋香 我是小代 秋香好 秋香好 最近有一位市长 他在演讲的时候可能是无心的 说了一句 玛利亚变教英文的民众能接受吗 引发了一个热烈的讨论 我们就想要问了 这个玛利亚的由来 秋香你知道吗 玛利亚我没有听过 要怎么办呢 那当然我们今天欢迎来到菲律宾 欢迎我们邀请到菲律宾的琪妮 来帮我们解释什么是玛利亚 玛利亚是怎么来的呢 好首先请琪妮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everyone I'm Jen from Hello Phil Thai 我们是来自菲律宾 一百岁 一百岁 好欢迎琪妮 那琪妮可以帮我们讲一讲玛利亚 因为很多人都 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懂玛利亚 因为我觉得玛利亚好像就是一个神明 这个我可以说有三分的部分 大家要了解为什么玛利亚的名字有出来在台湾 第一很久很久以前 不是现在 所以最早最早菲律宾来这里就是在家里工作 第一很多他们的名字就叫玛利亚 我的妈咪已经是玛利亚的名字了 那是第一的 第二他们呢就是要去教会 大家都知道天主教就找到一位玛利亚的一个圣母玛利亚的像 所以第三的印象就是很多就是玛利亚叫名字 然后去教堂就是在家里工作的人 所以很久以前的印象就说玛利亚就是你有一个菲律宾的朋友在你的家 那把菲律宾的人都通称玛利亚了是不是 Yes 可是不是玛利亚看他们小 是这个叫short cut的方式就会知道了 因为其实我在这边十二年了 其实我的朋友跟我先生朋友一样 所以没有人会这样说话 可是有好像two years ago两年前 有一位有破上去 我认识很漂亮的台湾人 但是有没有一位认识玛利亚 因为我需要我需要帮忙 Yes 可是我没有想不对 为什么因为他的意思就是 有没有可以帮忙part time整理他的家 因为其实那是真的很多菲律宾在这里工作 或者在住这里就是整理家庭 那叫他们的part time 为什么 因为钱很大 然后为什么很多台湾人喜欢菲律宾帮忙做家事 整理家庭因为真的整理得很干净 所以其实觉得那个一个韩市长 其实我自己也有过上去说我很想跟他一对一 希望这个可以到达 因为我知道那个是一个误会 而且他也被问得很质 所以我看全部的内容也没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一样我的朋友在网路上播的一样 他没有想意思 他没有想不好 不好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菲律宾朋友们他们也不要太敏感 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教法追着台湾人 或者追着别的国家 所以我们不要这么把自己很干净就对了 而且我现在说的是真正发生的facts 是真正的东西 玛利亚没有人追得你 你是玛利亚没有 他们就是知道的玛利亚就是 可以整理好家庭 可以整理好的我的家 然后再就是天出教 然后再教玛利亚 再有这个玛利亚的印象 在台湾 所以玛利亚本身是没有任何颜色的